今天的伊之谷股推介是 《银魚27》 《經濟日報》的投資業華組 簡選原因是 《银魚》公佈第三季業績 淨收益按年減少52%至20億 經調整伊比達 由營轉規5億8千萬 小過市場預期的虧損7億 巴基解釋 《银魚》的非博彩收益跌幅較輕 和成本控制有效 而《银魚》資產負債表維持健康 現金和流動投資225億 定現金193億 抗疫能力比同業強 內地恢復智能簽註 抹訪澳旅行團復發 大和預計澳門的博彩收入和旅客量 在11月底前出現顯著改善 另外賭牌招標結果 倒估下一個趨化劑 憧憬疫情防控措資放鬆 近日推升博彩股 但內地疫情呈現上升趨勢 尤其鄰近港澳的廣州疫情嚴峻 博彩股短期反彈勢頭可能遇了 走勢上銀魚自去年8月開始足底 賣股價大致40至50元橫行上落 衝敬內地緩慢放鬆疫情防控 博彩股可望迎來長遠復甦 加上賭牌問題吹下明朗 長線可考慮40元以下分駐收集銀魚 博彩雲 博彩 Whatsapp